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今天终于表态宣布投入台北市长选战 连胜文也承诺未来如果当选的话 每个月的薪水都会捐出来作为公益使用 不过外界总是将他和权贵联想在一起 对此他巧妙回应表示自己无法选择出身 但是可以决定为大家做什么事情 那么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思考之后 我今天要在此宣布 我将参选台北市今年的市长选举 拖到现在才松口宣布角逐台北市长宝座 因为要考虑的因素太多 家人安全健康都得好好想清楚 我必须要等到二月初 我完整的健康检查报告出来 证实我的身体健康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才能够负责任的来宣布参选台北市长 我想我太太永远不会同意我出来参选 这没有办法的事情 不管是今年还是十年后 那我想我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 就是尽量让这个参选的过程当中 不要去干扰到他的生活 强调和以往先谈先赢的传统政治操作模式不同 林盛文还期许自己要当个公益市长 未来我若当选台北市长 每个月薪水入葬之后 我全部捐出来做给公益使用 捐薪水的方式有助于形象加分 不过对于自己始终无法摆脱权贵身份 林盛文也提出反击 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出身 如果各位觉得说我必须要换个爸爸才能来选 那很抱歉我真的是做不到 我可以选择我要做什么样的人 我可以选择我要为大家做什么事情 参选企图心强烈 林盛文面对各界疑虑一一做出说明 已经准备好投入首都市长选战 不过挑战才正要开始 接下来一举一动都会被外界拿放大镜检视 云伦TV来尾声前子民萧炳仪台北报导